领土位于奥斯曼帝国核心地带的土耳其 一直把自己看作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帝国的直接继承者 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恢复帝国昔日的荣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心想重返奥斯曼帝国的光荣岁月 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中丝毫不掩盖自己的野心 积极介入中东地区的事务 打击利比亚派兵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 以此强化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甚至直接称埃尔多安为新时代的苏丹 而在土耳其亚洲战略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东问题国际研讨会上 土耳其的官员和学者丝毫不回避对奥斯曼帝国的肯定 认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中东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共处经验 值得现代中东各国进行借鉴 可以说土耳其国内自上而下存在着一种大国梦情节 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会让现代土耳其人如此魂牵梦营呢 今天就让我们借土耳其简史一书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 追溯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千丝万缕的关系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 为什么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其崛起一样 从其转入首饰直至最终崩溃 也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 导致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国内政治体制崩坏 二宗教保守主义阻碍现代化进程 三广阔的疆域使帝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 首先来看国内政治体制的崩坏 最先出问题的是苏丹的禁卫军耶利切尼军团 苏丹建立这个军团的初衷是保卫自己的安全 军团士兵只对苏丹负责 全部身家都仰仗苏丹 而苏丹为了保证军团对自己的忠诚 总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 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耶利切尼军团 甚至可以决定苏丹王位的继承 他们会要求高额回报 以兑换对于某位继承人的支持 到了后来军团甚至以暴力推翻了当权苏丹的统治 军团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 向市场上的商户收保护费 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秩序 与此同时 奥斯曼帝国内部还出现了一个和古代中国类似的现象 后宫干政 爱哈迈德一世是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的最后一位苏丹 他去世后 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段女性掌权的时期 母凭子贵的苏丹皇太后 会在儿子继位后谋划处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这些野心勃勃的女人还会勾结宦官和大维奇尔 也就是帝国宰相干政操纵苏丹 这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情景再现 自1617年 爱哈迈德一世去世 至1648年 穆罕默德四世继位的这段时期 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在这短短的30年时间里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换了又换 从穆斯塔法一世到奥斯曼二世 再回到穆斯塔法一世 紧接着是穆拉特四世 然后是伊布拉辛一世 最后到穆罕默德四世 苏丹的频繁变动动摇了帝国的根基 第二个原因我们说到 宗教保守主义阻碍了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 奥斯曼土耳其人拥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 自突厥人作为雇佣兵出现在波斯地区开始 他们就接受了当地的伊斯兰教 之后一直信奉 奥斯曼帝国历任苏丹 都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奉者 苏莱曼一世 甚至将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圣战者 伊斯兰教法也一直是 奥斯曼帝国进行统治的依据 在奥斯曼帝国的早期 伊斯兰教对于帝国的统治 做出过不少积极的贡献 举例来说 在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巴尔干半岛 曾经盛行一种基督教异端 观点与古兰经大同小异 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先知 这使得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统治 没有遭遇太大的抵抗 甚至出现了大批基督徒 转信伊斯兰教的现象 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后期 伊斯兰教却充当了阻碍奥斯曼帝国 进入现代世界的绊脚石的角色 18世纪早期 奥斯曼帝国曾在宗教界的压力下 关停了数学和机械学校 宗教保守主义人士认为 这些技术的发展 源于人们对安拉秘密的窥探 而这样做会被安拉惩罚 1774年惨败俄国 是奥斯曼帝国内部产生了 要求改革的严重呼声 苏丹阿卜杜拉哈米德一世 意识到奥斯曼帝国 首先需要向西方学习 建立一支新型军队 但是国内的宗教保守主义者 却一直在试图阻挠 他们厌恶来到奥斯曼帝国 帮助进行军队改革的西方人 认为这些信奉基督教的人 来到土耳其的目的并不单纯 即便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西方专家 也被奥斯曼帝国的宗教保守主义者 视为机会分子 但这种想法 也使奥斯曼帝国错过了 改变落后境地的好机会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 是伊斯兰教教法禁止收取利息 严禁放高利贷 而这同样是以投机为主要 获利方式的资本主义 无法在奥斯曼帝国 获得生长的土壤 最后我们来看广阔疆域 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困境 参照地图我们会发现 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州的 广阔领土并非连成一片 而是被黑海 红海 地中海 等几片水域割裂开来 面对如此广阔的相遇 除了中心地区布尔萨省之外 奥斯曼帝国在其他地区的领地 主要由当地的组长统治 帝国政府根本不可能 在当地实施有效的管理 一些地方只是纯粹的军事占领 向心力很弱 尤其是地处欧洲的巴尔干地区的领地 本身就位于另一个文明圈 不同的民族 宗教和治理结构 这些都为日后的纷争 埋下了隐患 距离中心地区较远的本国属地 尤其是巴尔干半岛的 藩属国不安分 总想寻求独立 而资本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发展 使其对外扩张的需求日益膨胀 眼看奥斯曼帝国走向衰弱 这些国家一门心思 想要侵吞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扩大自己的利益 首先与奥斯曼帝国打起来的是俄国 这对宿敌前前后后打了十几场仗 主要的争夺点是黑海地区的权益 18世纪中叶 在叶卡杰琳娜女皇的主持下 俄国迅速崛起 但奥斯曼帝国没有及时意识到这种情况 直到俄国吞并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克里米亚 并把手伸向黑海之时 苏丹穆斯塔法三世才意识到俄国的不轨之心 并与之发生激战 这一战便是六年 这场战争以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告终 俄国打通了黑海出海口 而此前的黑海一直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 奥斯曼帝国会对经由黑海的贸易活动收取大量税收 1789年 年轻的拿破仑率金入侵 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固有领地埃及 开启了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是指近代欧洲列强 为争夺奥斯曼帝国及其蜀国的领土和权益 所引起的一系列国际问题 自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始 欧洲各国开始从垂涎奥斯曼帝国的领地 逐渐发展到采取实际措施 或是直接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土地 或是鼓动奥斯曼帝国的领地独立 当时奥斯曼帝国任命的埃及总督是穆罕默德阿里 他在埃及建立了专业化的海军和陆军 吸引外国商人到埃及发展工业 可以说那段时间 埃及是奥斯曼帝国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1831年 埃及在法国的支持下 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地区 但在俄国的干预下 阿里被迫撤军 1839年 阿里率领军队卷土重来 并在尼基普战役中获胜 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穆罕默德阿里 为埃及的世袭长官 埃及由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1821年 在俄国的支持下 希腊地区爆发起义 希腊自1460年 就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亡国之恨 一直埋藏在希腊民族主义者的心中 经过11年的反复 迫于英法俄三国的干涉 奥斯曼帝国终于在1832年 接受了一个由德国人担任国王的希腊王国 1853年 东方问题的一个高潮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战争的导火索是圣地耶路撒冷之争 当时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 在巴勒斯坦的一块属地 东正教和天主教都在争夺这里的管辖权 而其背后的俄法两国也在暗暗较劲 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首先挑起了事端 要求奥斯曼帝国苏丹赋予其保护圣地的权利 为此支持东正教的俄国非常愤怒 也对奥斯曼帝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奥斯曼帝国拒绝了俄国的要求 随后两国陷入战争 之后 英法两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 避免俄国南下 共同对俄宣战 经过残酷的现代化战争 俄国于1856年战败 接连不断的战争耗尽了奥斯曼帝国的金库 1875年 奥斯曼帝国财政破产 由于无力偿还英法两国的债务 奥斯曼与一直以来的盟友关系恶化 开始寻求新的结盟伙伴 而这个伙伴就是当时势力不断扩张的德国 1908年 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政变 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 曾邀请德国派遣军事代表团 协助奥斯曼帝国改革军队 1912年 保加利亚 希腊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等地民族主义兴起 巴尔干半岛诸国 开始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 奥斯曼帝国战败 丧失了除埃迪尔内之外的 全部巴尔干半岛上的领地 之后不久 一战就爆发了 鉴于同盟关系 奥斯曼帝国选择与德国站在一起 然而战争的结果证明 奥斯曼帝国的选择不仅错得离谱 还加速了自己的灭亡进程 胜利的协约国 希望瓜分奥斯曼帝国 这个情景与欧洲列强 瓜分近代中国极其相似 英法一三国各自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希腊人也在英国人的支持下 侵占了土耳其的部分领土 至此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欧洲国家 终于找到了名正严顺的理由 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延续了近600年的大帝国 就这样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 走向了崩溃 这就是奥斯曼帝国走向崩溃的历史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奥斯曼帝国国内政治体制的运转失灵 损坏了帝国根基 而国内的宗教保守主义 又使奥斯曼帝国错过了走进现代世界的好时机 过于宽广的疆域 更是使帝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 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 奥斯曼帝国在1699年之后陷入了衰落 直到一战之后彻底崩溃 好了 说完奥斯曼的历史 我们现在聊一聊现代土耳其 看看它是如何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 重新发展起来的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他就是人称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 正是他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 重建了现代土耳其 凯末尔出生于马其顿 从小便被母亲送去军校 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将军 为苏丹打了好几次胜仗 积攒了一定的人气和盟友之后 凯末尔开始公开反对苏丹政府 1920年 凯末尔在安卡拉成立了 以他为首脑的土耳其国民政府 开始领导土耳其人民 反抗帝国主义和奥斯曼封建王朝的统治 1920年巴黎和会之后 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色弗尔条约 许多土耳其民族世代生存的固有领土 甚至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 都被协约国委托管理 而附属地也被协约国瓜分干净 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及国力被严重削弱 最终变成了一个仅占有 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小国 1922年凯末尔团结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带领土耳其军队将侵略者驱逐出境 获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并于当年的12月 进入了被协约国委托管理的伊斯坦布尔 1923年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 土耳其与协约国谈判 并签订洛桑条约 洗刷了色弗尔条约的耻辱 协约国将被侵占和割让的安纳托利亚半岛的领土 归还给土耳其 基本划定了今天土耳其的疆界 协约国正式承认土耳其的主权和领土 军事和外交的双重胜利 把凯末尔在土耳其国内的威望推到了巅峰 1923年10月29日 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 凯末尔被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安卡拉被确定为首都 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后 凯末尔立即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实行政教分离的共和政体 废除苏丹哈利法制度 甚至将奥斯曼帝国的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 改革语言文字 废除旧的阿拉伯波斯字母 改用拉丁字母 促进男女平等 实行法制 在医疗教育建筑等领域遵循西方模式 说到这些改革措施啊 就不得不提奥斯曼帝国 为了挽救自己的颓势 而进行了几次改革运动 最早意识到要进行改革的 是苏丹阿布图拉哈米德一世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刚刚与俄国打了败仗 最令帝国震动的 便是俄国先进的武器 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前面我们也说过 哈米德一世意识到奥斯曼帝国 首先需要向西方学习 建立一支新型军队 但是国内的宗教保守主义者 和耶利切尼军团 却一直在试图阻挠 宗教保守主义者 憎恨无所不知的外国人 耶利切尼军团的士兵则认为 建立新军会严重威胁 耶利切尼军团的地位 所以极力阻挠 之后的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 都为建立新军做出了努力 马哈茂德二世 甚至强力解散了 阻碍帝国改革的耶利切尼军团 同时邀请外国专家帮助训练新军 当时军队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 马哈茂德二世 也希望军队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 重塑奥斯曼帝国 然而 仅仅是新军 还无法帮助奥斯曼帝国走向现代化 接受过严格欧洲教育的苏丹 马吉德一世上任一世 便开启了著名的坦泽马特改革 建立中央集权政府 颁布法律 所有臣民一律平等 限制宗教的影响 改变官员着装 这次改革 无疑是奥斯曼帝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 1848年 欧洲爆发革命运动 马吉德一世 接受了众多逃亡的自由派分子 这些人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领域服务 甚至成为治理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先驱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 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议事 又开启了第二次坦泽马特改革 继续强调臣民平等的原则 非穆斯林从此繁荣 经济情况也得到了显著改观 同时颁布世俗法律 打破了伊斯兰教对于法律事务的垄断 这两次改革确实使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一些进步 但无法从根本上 改变奥斯曼帝国衰落的状况 因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 依然停留在落后的封建时代 而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已经大跨步进入了民主和资本主义时代 而最具变革性的改革 当属苏丹摩拉特武士 学习西方进行的民主统治 摩拉特武士不仅成立了议会 而且颁布了宪法 然而数月之后 摩拉特武士就被以精神虚弱的名义霸处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任苏丹后 解散了议会 固执地认为强化伊斯兰教有助于维护帝国的统治 采取了很多反启蒙主义的措施 但在另一方面 他也支持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进程 并主持修建了第一条由穆斯林建造的铁路 并在伊斯兰教的许可范围内普及应用科学 尤其是医学 然而这样的改革也为苏丹培养了未来的死对头 许多年轻人学习了现代课程 了解到欧洲城市的状况 对于实行专制统治的伊斯兰政府不再忠诚 最终启蒙的知识分子与军队联手 推翻了哈米德二世的统治 正是有了之前的这些改革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默尔 深刻的认识到 想要摆脱落后的境况 就要彻底推翻奥斯曼帝国封建传统 进行民主改革 尤其针对宗教的影响 之前我们提到过 宗教保守主义阻碍了土耳其进入现代世界的努力 于是凯默尔决定清除伊斯兰教 在所有公共领域的影响 竭力构建一个不受宗教影响的政治环境 坚持走世俗化的道路 而凯默尔在建国初期实行的这些措施 都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 我们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 并不单止土耳其的国家领土 本来就是奥斯曼帝国国土的核心部分 就连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制度 也是国家领导者在吸取奥斯曼帝国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